這個叫做墨水的蒸餘 這有一點算是我多講的 就是我把紅墨水放它燒平裡面去煮 煮完之後叫蒸餘把 然後呢會有氣體跑出來 跑出來是要經過那個儀器 那個儀器叫做禮畢式冷靈器 然後把我蒸出來的蒸氣冷卻 然後把它蒐集起來 我跟你講過了蒸餘把的東西 最後我要我要 然後呢這方叫蒸餘把 利用廢品的不同讓我的色素跟我那個水分分開 分開 然後呢這個東西是水 這個東西是水 我怎麼知道這碗葉是水 我有兩個方法知道 第一個是那個溫度計 那個溫度計會量那個蒸氣的溫度 它放在那個支管的那個地方 然後它量到的是通過的水蒸氣的溫度 看到它是100度就知道它是水 因為水的沸碟是100 第二個方法知道就是 在溫度計會用那個濾化芽菇石去試 濾化芽菇跟流氾酮是來檢驗水用的 大家可以知道 它會從無水的藍色變成油水的粉紅色 就知道它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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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就是蒸餘把然後蒸集到的液體 然後這裡面留下的色素 就把它放到濾紙上去滴水 它就會變成一圈一圈的 因為它會把水會把它往外面帶 然後附著力不一樣 就有人在內圈 有人在外圈 這叫做濾紙射程分析法 前面說過了它是利用附著力的不同 把物質分開來的就是墨水的蒸餘 這個蒸餘 底壁式的07以前課本有教的時候 那個考試的重點是 上面有兩個管子 一個在下方 一個在上方 冷水從下方進去 溫水 熱水從上方出來 原因 對流 熱水會往上升 所以就是順著它的狀況 下面冷的 瘦了就往上離開 這樣是順著 不會自己跟自己打架 所以考試的重點是 冷水從下方進去 溫水從上方出來 溫水從上方出來 你必試冷淋氣 然後呢 剛才講過那個溫度計 要放在那個脂管的旁邊 要確定 確保你量到的是蒸氣的溫度 量到的蒸氣的溫度 放在脂管的旁邊 就量到蒸氣的溫度 就是蒸六把的狀況 OK嗎? 好 複習 這邊一個蒸六把 啥玩意兒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名字 這個人不在 女生 這個人也不在 這玩意兒叫什麼名字 請坐 這玩意兒叫做李璧式冷淋氣 李璧式冷淋氣的重點是 冷水從哪裡進去 冷水從哪裡進去 溫水從哪裡出來 李璧式冷淋氣的重點 好 冷水這裡有個A跟B 請問你 李璧式冷淋氣 是從哪邊 冷水是從哪邊進去的 這邊上面有個A有個B 這邊上面有個A有個B 這邊上面有個A還是B 還有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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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我上面有寫個A給寫個B A在上面 B在下面 你做 从B进去 为什么 我刚刚用口语上有告诉过你 你就用口语回答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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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刚刚讲是要符合对流的流动方向 热对流热的上升冷的下降 所以冷水下面进去 变这种上方出向就会顺着做出去了 我会倒过来跟自己打架 他自己跟自己打架 好 最后 这里要注意什么事 刚刚讲说这里要注意什么事情 他放在哪里 他放在哪里 我已经话给你放在哪里了 只要你讲出来就好了 我已经话给你说他要放在哪边了 走去 又是林忠烨 又是林忠烨 放在哪里 不知 平头春天차 平头 你喝水的 你喝水的 放在那個支管的地方啦 放在那個支管的地方 確定他通過的 要確定你量到的是要通過準備流過去的 蒸氣啊 蒸氣啊 那裡面是什麼東西 你怎麼知道 那裡面什麼東西 我剛才講了兩個方法 可以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剛才講了兩個方法 你最少跟我講一個 你怎麼知道那是什麼玩意兒 你怎麼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剛才講了兩個方法 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你至少要跟我講一個 它是啥玩意兒 這都是哪一隻 加薛 你說 我有兩個方法知道 它是水 我怎麼知道它是水 我剛才講過 你有兩個方法知道它是水 第一個是量那個溫度 溫度是100度 表示蒸氣100度 表示被點100度 我知道它是水 第二個是用電話來溫時它 會從藍色變成粉紅色 我又知道它是水 好這又是有關於 蒸六法的複習的所有部分 這裡有人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